歡迎回來 中共當局日前發表 告臺灣同胞書40週年講話 其中表明 不會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 香港有團體到中聯辦 抗議中共武力恐嚇臺灣 又企圖以一國兩制的謊言欺騙臺灣人民 十多名社民聯成員 星期六上午從西環的西區警署 遊行到中聯辦抗議 社民聯批評中共多年來 多次試圖和恐嚇武力攻臺 從文革到六四事件揭顯露其殺人的本性 同時指出 中共再次用一國兩制欺騙臺灣人民 2014年的人大常委釋法 剝奪港人原英享有的普選權 以致赤裸裸鎮壓民主運動 以赤裏充分說明所謂一國兩制之虛妄 香港民眾脅迫這個離天大方 警醒臺灣民眾實在各無旁慘 社民聯呼籲兩岸三體人民必須共同抗共 並焚燒中共告臺灣同胞書40周年講話文本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 現實新售部因 почему 單挑一國兩制4利博 sach 十字ин獵用 新唷